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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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熱情 培育台灣IT技術產業人才的熱忱跟使命 機會是來自於我們準備好的沒有 當機會來的時候我們有沒有能力 去抓住這個機會很重要 四年前同事的聚会 同事的支持跟鼓励 然后动了这样的一个 可以创业的一个念头 然后加上新加坡训练的 那个管理团队的一个支持 在新加坡自己也成立 资安的教育训练 然后也愿意跟我合作 在台湾创办这个全自网科技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 创业的一个动机跟一个机缘 提供了训练的方式呢 我们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实体 实体上课的部分 那还有远距直播教学 以及数位课程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讲说 直播的一个远距教学 它是打过一个空间的概念 那我们过去这一两年 其实我们有透过线上的一个采购 然后来参加我们线上直播的课程 因为政府都应对资安法的要求 它会要求像一些工作人员 或者是进入产业的资安部门 或者是制造业的相关企业 它的一些资安人员呢 每一年必须有一定时数的资安的训练 所以我们就录制了蛮多 短时数的资安通试课程 提供给政府要求的这个资安人员 然后它达到一定的时数 以及一定人数的部分 我们就录制了这样的一个数位通试课程 提供给这些相关的企业 我们不管在网络部分或是资安部分 我们都要求老师一定要有 该领域最高等级的一个执照 证照 像网络部分就要有CCIE的一个顶级证照 资安的部分就要有资安的管理顶级证照 像CISSP 那不只是证照的部分 还包括一定要超过十年以上的一个 授课经验 还有十年以上的一个实务经验 我觉得教育训练是一个传承 然后也是一个有序经营的一个事业的一个经营方式 去看待这个教育训练市场 教育训练部分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是让老师跟学生 其实是互惠互利的一个平台 我们提供老师展现自我 然后无师授课 就是知识与技术的一个传承 然后可以从授课当中得到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那学生的部分呢 我们提供了很多训练课程 得到非常优质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服务 选掌科技呢 其实在课程上面有很大的不同是 我们不是在强调最基本的知识的得到 或者是证照的得到 很多时候证照的取得不表示能力 就同样的到达那个位置 所以我们在课程的设计当中 我们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在实作的演练 以及分组的实务的案例探讨 那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学用合理 我们希望学生呢 能够透过一个训练课程呢 除了考到证照之外 他能够真的应用到他的工作 让他的工作得到升迁跟加薪的机会 封锁短期目标呢 我希望能够成为台湾第一家 以资安为主的短期课程班 那中期的目标呢 因为我们是以资安为主的一个训练公司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五年内 能够培育超过一万名以上的资安工程师 五百名资安顾问 那长期目标呢 就是我一直想要往数位发展 我希望能够开发大量的 然后是高效能的网路跟资安的数位课程 那可以结合AI人工智慧的概念 然后导入到全球的市场 在高效能的时候 对你提高科技能的理论 而是高科技能的 人工智慧的概念 是高科技能的 那么 我不在家 那些许多的 也不在家 你这么想要 工作 不在家 你怎么可以 这种警察 因为我可以 不在家